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搜索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等待绿卡排期期间有工作变动怎么办 那我们知道呢,最近啊,这个职业移民的绿卡排期 1比1,2,3类别啊,前进呢都比较缓慢 那么1比1类别呢,排期要两年左右 1比2,3类别呢,现在排期要三四年啊 以后呢,可能还会更长一些 这方面呢,分成两种要注意的情况 一个呢,我的绿卡申请怎么样继续进行 另一个呢,我在美国怎样保持我的签证身份 那么首先呢,I140批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批准以后呢,可以有很多好处 具体在于什么呢 第一,你批准以后呢,可以保持这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以后呢,不管换不换工作 都可以用这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以后等待时间会比较短 第二呢,140批准以后 PAL如果拿H4签证 可以办H4EAD 个人呢,H1B可以延期超过六年 那么除此以外呢 如果说,我的排期还没有排到 换工作,那怎么办呢 如果原先的雇主还能够继续支持 旅卡申请呢,当然最好 当然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少 另外呢,如果个人办的是自己独立申请的 EBYA或者NIW 像这样呢,可以不受换工作影响 我们新卫名律所呢,为数千位这样的中国申请人 取得了EBYA和NIW的批准 除此以外呢,比如说如果换到一个新的雇主 办的是PALM绿卡 那么女伙办新的PALM 像前面提到,还可以保持此前较早的优先日期 这样呢,可以继续等待绿卡的申请 沿用较早的这个I140的优先日期 即使你离开美国了 这个140申请 不管你是否能够通过这个140拿到绿卡 这个优先日期仍然有效 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 我在等待排期期间,我要变动工作 那么怎样保持在美国的身份 如果排期排到了呢,一般就没有问题了 你可以交485 交了485以后呢,不用别的签证身份 就可以合法待在美国 还可以用EAD工作 用Advanced Pro旅行 但是如果排期还没有排到呢 那么有几种办法 第一呢,你还可以申请 转成其他类型的签证 不一定是工作签证了 别的,比如说B2 这个旅行探亲的签证 还有F1学生签证 有人说我已经交了140了 有移民倾向了 还能在美国再转成B2 F1吗 可以的 我们有不止一个像这样的这种例子 你只要有一个合理的 清晰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说明 解释 那么可以转成B2或者F1 B2呢,那当然时间有限 可以作为一个过渡 同时呢,找新的工作 找到新的工作以后呢 有新的雇主给你支持 H1B或者O1等等的申请 像前面讲到140批准呢 H1B可以应用超过6年 这个呢,即使你换了工作 也是有效的 比如说我此前在别的雇主那里 已经工作了5年6年 那么现在要换工作 只要你140批准了 新的雇主呢 还可以再给你申请H1B 不需要抽签 可以延期超过6年 那么B2呢,可以起到一个bridge中间 Cover这个gap的作用 如果说我要的时间更长 那也可以用F1的签证 这个呢,是一些办法 除此以外呢 如果需要 个人也还可以办理I140 EAD 移民局呢,解释这种也是允许的 在一些emergency的情况下 什么样的emergency呢 比如说个人或者家人生病了 或者雇主需要 或者呢,个人有其他的紧急情况 比如说如果我要失去这个工作 就不好付这个mortgage utility,grocery,medical bill,child care等等 像这样 这个也可以作为理由 像这样呢 可以申请紧急的I140 EAD 那么有了这个EAD呢 不需要别的工作签证 就可以在美国工作 当然了 这个申请呢 有一定的限制 不是说我申请了自动就可以批准 所以要相应呢 要有这个compiling reason 相应的解释 所以总体来说呢 职业移民现在排期比以前更长 但是如果在排期排到以前 出现工作的变动 还是有各种办法 要么呢 接上这个工作签证 许可 或者转成其他类型的签证 甚至办理I140 EAD等等 那么都可以 有更多具体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